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吉安 马上先来带您看到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安田文雄关切拜习会 日澳外长就推进或四方机制达成一致 张展性命垂危 连树性遇上海当局莫作历史罪人 美国安顾问苏利文指出 拜登习近平同意考虑潜在军控谈判 得暂停批准二能源项目 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 拜习会落幕 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活动时 他强调美国明确支持台湾关系法 提到台湾时拜登说 他是独立的由他自己做决定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与习近平视讯会议时 明确表达美方支持台湾关系法 拜登后来再接受一次访问时说 中共官媒16号炒作称 拜登表示不支持台独 但在美国官方会谈纪要中 看不到这样的说法 台湾议题美中双方针锋相对 习近平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拜登则表示 坚决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 美国把台湾的位阶不断拉高 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谈到 所谓引导美国对台湾政策 主要的文件的时候 现在把台湾关系法放在地位 接下来是三个公报 美国本来就是须须强调 他所谓战略模糊的这一块 但是从具体的行动来看 美国是做下一个清晰的态度 一直以来 美国的态度都非常的清楚 只是中国都不断的 在用一些言论 然后吃美国的豆腐 甚至去做一些大外産的动作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透露 拜登在会议时提醒习近平 他在参议员任内参与表决台湾关系法 他清楚了解这项法案明确表明 美国严正关切 任何以非和平手段改变台湾未来的做法 新唐人亚太电视 黄亮简 曾新敏 张元亭 综合报道 拜登与习近平昨天进行视讯会谈 从美中两国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 拜登和习近平是各说各话 美国智库专家认为 本次谈话并不会缓解双方紧张态势 习近平仍把国内事物看作首位 对于两国首脑的本次对话 华府智库专家是如何评价呢 拜登在开场白中一上来就重申 不希望两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转向冲突 习近平的开场白则明显把国内事物准备 放在第一位 专家认为如果把外交看作是国内政治的一种反应 对于习近平 明年二十大的连任和国内的疫情变化 能源短缺 房地产泡沫 频繁的抗议等种种危机 都让其无暇顾及其他 另外 从美中两国官方发布的信息中没有看到 双方谈及中共病毒溯源的相关内容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前副总统陈建仁周一出访波兰和立陶宛 而他先前仅有注射高端疫苗 由于高端目前在国外仅有四个国家承认 媒体关注会不会建议陈建仁 补打其他种类的疫苗 为副部长陈时中今天早上受访时说不用 陈建仁应邀访问波兰与立陶宛 并受邀出席国际论坛 预计21号返国 今天7加7过年返台专案 已经可以开始在集中检疫所网站上面预定房间 同时采资费入住 一天费用1500元 订房后不能退款 不过如果是原本预定入住集中检疫所14天的民众 符合资格可以改成7加7方案 中间差额也可退费 过年返台7加7措施 集中检疫所在周三上午10点正式开放订房 入住者必须完整接种疫苗满14天 而集检所因为场地限制 只能采取一人一室 并且一日收费调整为1500元 预约分为两梯次 目前开放在年底前入境订房的人预约 民众可以选择北中南区域订房 不过无法自行选择检疫所 是否考虑集检所期满返家交通费补助 陈时中回应 指挥中心日前表示 预计检所可以提供超过2万人的量能 共分为6梯次收住 每梯次提供3600间房间 新团亚太电视 林玉堂 曾新敏 台湾 台北报导 今年过年返乡人潮预估较去年成长 防御旅馆也早就被订满 指挥中心释出3600间集中检疫所 今天开放预约 不过有在大陆的台湾民众抱怨 没有翻墙软件根本无法预约 还有一些台湾同胞在大陆的话 他没有VPN 他没有办法翻墙去预订 所以这一件也是蛮麻烦的 因为可能他家人也不清楚 那没办法帮他现在马上去抢这个房间 那也听说很多房间都已经抢不到 都已经额满了 那也希望政府能够再释放隔离所这边便宜 和廉价的这个隔离所给大家 指挥中心释出约21600间的量能分两阶段开放预约 第一阶段在11月17号上午10点开放预约 第二阶段将在11月23号上午10点开放预约 镜头转到中国 当地为同意的隔离政策引爆名怒 在内蒙古至今仍有数千游客被困在当地 无法返乡 近期更传出疫情隔离饭店趁机涨价 游客不缴费不让走 双方甚至爆发肢体冲突 据大陆媒体报道 截至10月31日 有9000多名滞留的游客离开了俄纪纳其疫情爆发区 转移到其他地区继续隔离 当局规定 尽管这些游客在离开前已经隔离了13天 但转移后必须要在集中监测酒店再住满14天 核酸检测成因性后才能返乡 然而接受游客转移的隔离酒店却趁机坐地涨价 引发游客严重不满和集体抗议 更一度与保安和赶来的大批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一名耿性刘客对大纪元时报的记者表示 不交钱你是绝对走不了的 拉你的行李不让你上车 你跟谁理论呀 中国大陆前律师李庄在微博上写道 甲地隔离12天无效 转移乙地再隔离14天 回家后 丙帝还不承认甲乙两地的隔离 又要隔离14天 甚至出现20加7 同一个国家本应遵循同一步 传染病防治法 若真出现12加14加14加21加7 岂不成了笑话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NBA波士顿塞尔提克对球员坎特 之前在推特上五句中共压力 勇敢为民主台湾发声 他在最新一篇发文上 则是大力疾呼 立即停止中共活摘器官 他写道 中共活摘器官 藏人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 基督徒 法轮功学员都成为攻击目标 肝脏胜心 停止为取得器官杀人 这是反人类罪 立即停止在中国的活摘器官 坎特发布的新球鞋设计上 白鞋布满了写字图案 球鞋的一侧是 中国一生拿着民众的脏器 另一侧则是用英文写出 停止中共活摘器官 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 澳洲将推动量子电脑 人工智慧 关键矿物等九大科技领域 澳洲媒体分析 政府振兴科技目的在反制中共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任期 即将在2022年2月届满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表示 将在未来四天内 就FED主席人选 做出最终决定 华航把握货运商机 全力冲刺大货、重货、高价货 三大市场货源 8月起连三个月货运营收破百亿元 2022年还有两架自有新货机投入强势 同时看好客运市场 渴望在2022年反转 从第四季引进A321neo 总计将引进25架新客机 中国恒大集团深陷债务风波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变卖个人资产 为恒大续命注资70亿人民币 约薪台币304亿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美国安顾问苏利文说 拜习同意探讨武器管制谈判的可能性 另外Dior上海艺术展 中国网友批评 中国摄影师将女性因尖锋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分享台湾's precious endemic natural substances with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y is the core value and mission of Alps Biotech based at 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Park in Taiwan Alps uses the latest proteomics and natural substance extraction technology in new drug development for disease testing analysis and certification of AC fungus tested by Alps to cure COVID-19 brings Taiwan to the global stage Alps Biotech 育星科技集团迎接二十周年期 为韩国三亿精工永久合作伙伴 提供各式工业零件 台湾制造 客制化服务 满足客户需求 育星生计 整合生计相关产品 荣获经济部优良厂商 美东时间16号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参加华府智库讨论会 针对刚刚结束的拜习视讯峰会 向外界做出官方简报 苏利文指出拜习双方同意 就战略稳定展开对话 拜登也不必会向习近平 提出棘手议题的关切 例如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 习近平16号举行视讯会议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 网络研讨会上表示 拜登针对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向习近平表达关切 关于中共发展高超音速飞弹等和五星型武器问题 苏利文表示 拜登和习近平谈到了武器管制谈判的可能性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契发声明表示 期望从政府口中听到更多关于这次拜习会的消息 并提醒拜登 中国共产党已经一再表明他是不可信任的 美方与中共政府接触的任何时候 都必须在台湾议题上发出强大的威哲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整理报导 国际防堵中共渗透11月15号 美国佛州联邦陪审团裁定 华裔海军尚尉杨帆犯有枪支共谋罪 并且在其持有的最高级别安全许可的背景调查中 向当局撒谎 美国司法部周一在声明中表示 陪审团裁定 36岁的海军尚尉杨帆与共同被告葛松涛 杨阳 共谋违反美国枪支法 在购买枪支期间提供虚假书面声明 杨帆将面临最高30年监禁 审判文件还显示 杨帆在成为美国海军军官之前 与中国公民葛松涛建立了联系 杨帆一直向美国海军隐瞒他们两人的关系 而葛松涛因向中共出售美国海上搜查艇和发动机 在去年背叛有罪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全球第一支全F-16V作战联队的成军典礼 将在明天18号举行 由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 F-16V在战略与战术上有哪些优势 来听听军事专家苏子云的分析 F-16V它因为拥有比较好的那个 LX雷达就是向位阵列雷达 所以它侦测能力非常的强 如果用那个比喻白话来比喻 就是传统雷达像是手电筒的光束 那LX雷达它就像LED的光束 是比较精密而且可以精准的 所以它就可以抓住敌军的可能的逆中战机 那第二个技术特性是它有联网的功能 也就是可以把它的资讯 战场之间分享给友军 单位或其他的战机 形成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战术 F-16V它的逆中涂料 传统F-16V它的雷达反射面积 大概5平方公尺 F-16V大概可以降到0.1平方公尺 本身在躲避雷达侦测部分 有大幅的增加 也就是提高了存活率 现在购买F-16V的国家 已经越来越多 包括台湾最近的一个新的好朋友 是洛伐克 F-16V目前还有3500架 在全球服役可以满足 就是主要的空房的需求 那未来的话 台湾就可以再继续 就是寻找下一代的战机 作为一个搭配 毕竟F-16V目前的操作成本 依照美国国防部的公开 只要一小时达9000美元 那F-35一小时达将近3万美元 所以在成本效益的比较之下 还有它性能的比较之下 我想F-16V会是目前一个 很好的一个防控阻力 几个月前 北京当局限制从澳洲进口龙虾 为两国紧张的关系 火上浇油 周二香港当局通报 海关查获了1800多公斤的 活龙虾和海参 涉案人员企图将澳洲海鲜 走私到中国大陆 香港海关表示 在周一的击查行动中 查获了890公斤活龙虾 和930公斤的海参 总价值约1000万港币 约合130万美元 海关官员表示 两名涉案男子被逮捕 这些走私货物的来源 还在调查中 香港官员表示 去年年底 中共当局禁止从澳洲进口龙虾后 香港的澳洲龙虾进口翻了一番 此前澳洲政府带头推动 调查中共病毒的源头 中共当局进行报复 随后禁止进口澳洲的棉花 煤炭 葡萄酒 大麦和龙虾等产品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上镜综合报道 大国精品时装品牌迪奥 本月在中国上海举办迪奥与艺术展 邀请中国摄影师陈曼拍摄的宣传照 近日在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平台分享 然而却引起中国网友哗然 作品中 一名满脸雀斑 狭长细眼 妆容惨淡的中国女子 捧着黑色皮包 手上还带着又肩又长的护甲套 许多中国网友批评 这照片让人毛骨悚然 是阴间来的 还有网友刊出过去沉曼的作品 少先队远与嫦娥一号 批评这也是丑化中国青少年 11月13号晚间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坛在波士顿博赫王安剧院上演 神韵艺术家们以高超的记忆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神韵艺术家坚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让人感佩不宜 这种文化是 像我说的 充满的幸福 充满的生活 充满的爱 充满的一起 充满的帮助 我看到这些场景 是一种美国的节目 也充满的文化 充满的文化 充满的文化 人们的力量都尝试出 我觉得这种美丽 这种文化 有很多富贵的历史 对演出中呈现的 修炼人面对迫害 却仍坚持信仰的故事 观众纷纷表示支持 沈云演出呈现的深邃内涵 也启迪观众 感悟人生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 那种时间 我们不需要 动作回来 和 我们不需要 什么其实 有所在意义 我们不需要 相关于一切 我们不需要 相关于一切 那种东西 我们不需要 新唐人记者施文送说话 美国波士顿报道 中国这波本土疫情扩散至20多个省区 并出现大学校园群聚感染 为此中国不少大学院校宣布提前5到14天放寒假 河南省已经有河南大学等20多校宣布 有的大学院校更自12月下旬就开始放寒假 近日江西省上饶市的防疫人员进入隔离中的市民家中 持铁棍殴打并掠杀市民饲养的一只宠物狗 引发舆论关注和谴责 目前该事件持续发酵 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 中共为召开六中全会维稳 在中国多个地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面积绑架和骚扰 据明慧网报道 10月28号山东几宁市 大约有3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有知情人士透露 这是中共六中全会之前 几宁市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系统 以维稳为借口 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大抓捕 英国期刊《经济学人》驻港记者黄淑玲的工作签证 被香港政府拒罚言签 港府并未解释原因 对此经济学人13号声明 批评港府拒罚旗下记者签证 有爱国际都市地位 这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 至少第三位言签被拒的外媒记者 香港记协13号发表声明 担忧这并非个别事件 而是对外媒报道的收紧 促请入境处清楚交代 拒绝血迁症的原因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农友会三支箭启动 要冲出1.3万公吨出口目标 主委陈吉仲说 只要找回初衷 全世界就会买台湾优质农产品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国安优胜游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游风能够确保机械 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 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他们制造专业第一 国安优胜游风 哎呜呜 冠冲在那边楼上说 要去一间厨 是不行啊 睡不睡 别乱忘了 要来吗 要来吗 扛嘉宜 扛嘉宜 太棒了吧 小老虎 嘉宜游风 要不要嘉宜 中国大陆9月份禁止台湾市家出口 台湾农委会为确保农民收益 采取扩大外销内销与加工 提升农产销量 农友会今天举办行销加工成品发表会 鼓励国人多多购买 农友会主委陈吉仲亲自推销凤梨市家 业者也研发冷冻包装 希望拓展外销市场 同时也研发各种加工食品 目标内外销达成5000公噸 加工业者也会采购3000公噸 陈吉仲说 1.3万公噸销售 他保证一定做到 来关心国际塞港情况缓解 美国官方表示 近几周的洛杉矶港口积压问题 有显著改善 洛杉矶港执行董事赛罗卡 与美国交通部长布迪吉格 于周26日通过线上会议 探讨了供应链和港口拥堵问题 赛罗卡表示 近期积压的空货贵减少 港口拥堵问题有所改善 并且全部进口量下降了 约25% 他指出 在经济复苏下 大量货船从亚洲抵达美国 消息显示 全面有40%进口货物 来自洛杉矶港和长滩港 虽然港口积压 加剧了节日货物短缺的担忧 但赛罗卡表示 港口仍在运送创纪录的货物 我们开始看到 冬天和冬天的货物 在冬天上 在冬天上 比较早上 比较早上 在冬天上 和早上 所以我认为 货品开始建议 非常好 选择 为我们的美国货客 除了男家有8000个仓库直缺 赛罗卡希望创造更好 更专业的卡车司机社群 提高应征意愿 解决人力缺乏的现况 周一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 1.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中 加州将获得超过450亿美元的资金 预计能帮助聘请更多卡车司机 新台湾记者郭耶锡洛杉矶 采访报道 接着带来看到 11月17号的天气预报 1.2万亿美元 400亿美元 制裁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亚太电视五间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唐吉安 再会 有一种力量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捍卫民主自由 忠实传递真相 坚守道德良知 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始终秉持公平与正义 为您拨开乱世的迷雾 台湾的未来需要您的